牛油加咖啡,一杯又一杯 看看今天的天气 我要在这买一间这种房子 没有多少钱 几万块钱 然后你看他们这个地上有这个缆绳 我的船就可以停在家门口外点 直线距离也就是 有五米 可能也就五米 可以考虑来一套 你看这个对面就是公寓 我有一朋友在这有一套别墅 你还在这 你跟你朋友讲 把他那房子卖给我 我住在这 就可以把船拴在这 他们这个有这个绳子的 然后最多有两步就回家了 这个海角七号是个民宿 以前你送人来过吗 退潮的时候 他是你来的 可潜没有关系 他就坐在上面就可以了 你而且你不要绑的太靠近 稍微远一点 我那个船的发动机跟这个是一样的 他后面是可以抬起来的 就像这个抬起来 你船底坐在下面怕什么的 现在那条船在政府码头 他那个退大潮的时候 那条船也是坐摊 也是坐在那 我有一次我在船上 我说怎么没觉得那船晃啊 然后下来一看 那个船就歪在那 等于他 就是那边退潮 退大潮 他等于他就是坐在那 那个不怕 当然那你就出不去了 你肯定是在那长潮的时候 你才能出去 对 那就这样了 你政府码头也不一样 我靠你看 这间就是我朋友的 一看看 这边就是海边 这身上 这还有一个拖船要卖 就跟我刚才说 这个海角七号的一个民宿 我就挨着 我给他租过来 我租这儿得了 这间 这离海边 十米 最起码一个月省三百块钱停船费 这个地方叫公巴 是在金城的 金岛的下边 这个外的都是老街 这间咖啡店 下午茶 卢总说 这个咖啡里面 这个是牛油 捞出来给你们看一下 不是奶油 是牛油 你喝这个咖啡 上头挑了一层牛油 这个花了 上头也只在上头挑着 这个味道 说不上完 反正肯定 肯定是牛油 这个能肯定 有一点咸 很奇怪的味道 但是我可以接受 这你喝第一口 我就觉得很奇怪 确实能喝出牛油味的 但是它完全融在里头 那它就没有味道 没有味道 就没有 就没有牛油那么重了 这个是姐弟俩 四处大的这个 有点货贝的 是姐姐 然后相对着 咱们那个是弟弟 这是爸爸给留下的房子 福州来的 福州啊 福州 您在这是第几代 第二代还是第三代 第二代 家里里现在还有人吗 有有 有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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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有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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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去过北京啊 哈哈哈 北京好吗 我呀 啊 哈哈哈 欢迎您再去啊 再去 北京 这年是六十多年了 六十多年了 今年您招造啊 您多大了 七十六岁 七十六岁了 以前那个 首先不讲了个零 唱个女生啊 他在这一十多年 他每次给个零 我们来去 哦 有些美猴 钓鱼 哦 哦